觀眾朋友 今天兩岸都非常重要 甚至對全世界都極度關注的一件事情 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 是不是將會成為二零一八年之後 新的皇帝 什麼叫皇帝呢 只要他活著 他就是一輩子幹下去 習近平會成為中國的皇帝嗎 現在中國打算要修憲 修改什麼呢 中國的國家主席呢 原本最多你就是幹兩屆 幹十年 但是現在中國要修憲 把這個說 最多能夠連續幹兩屆的 這個規定呢 在憲法裡面要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可以幹三屆喔 你也可以幹四屆 你可以幹五屆 一直幹到你過世為止 這也就是大家在質疑說 是不是在二零一八年 中國要產生一個新的皇帝了 如果說我們先不要用皇帝這個字眼 當習近平已經成為全中國權力最大 甚至是自毛澤東以來 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 而他在將繼續做五年 做十年 做十五年 甚至做二三年 二三十年之後 對中國會有什麼路線的改變 對於美國 他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競爭對手 最最重要的 對台灣 我們將如何思考這麼一個強大 而且將會持續擔任領導人的這個強者出現 台灣的兩岸政策該做什麼樣的調整 以及憑什麼啦 從毛澤東以後 像是江澤民 像是胡錦濤都做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習近平在現在可以攀上權力的最高峰 而當他成為權力最高峰的時候呢 他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是把兩岸有一個具體的成果展現嗎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特別歡迎是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所的教授林文成 林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八九的民運領袖 吳爾凱希 大家好 當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的院長 王高成 王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齊樂義 信聰好 大家好 先來看看 中國要修憲 修什麼憲呢 把這個所謂的國家主席兩屆的任期限制 把它拿掉 換句話說 如果你權力穩固的話 愛幹多久就幹多久 本台消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日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提出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部分內容的建議 中國官媒二十五號下午發布消息 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修改中國憲法 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將第七十九條第三款 中國國家主席連續任職 不得超過兩屆的字句拿掉 換句話說 中國國家主席的連任次數不再受限 軍方色彩的環球時報解釋 這是為了確保國家領導人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 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副主席 每屆任期 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根據現行憲法 中國國家主席每屆任期為五年 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因此在去年十九大 進一步鞏固權力的習近平 預計將在二零二三年卸任 外界目前還看不出來他的接班人到底會是誰 國際媒體大多直言 這波修法是為了習近平後續連任 掃清障礙 甚至有少數媒體質疑 將出現國家主席終身制 甚至直經用 中國的新皇帝指涉習近平 部分中國網友表示不歡迎 紐約時報分析這證實習近平累積了足夠的權力 有別於前任的胡錦濤和江澤民 足以改寫制約中國領導人的規則 綜合外媒報導 鄧小平時代建立的集體領導模式已被習近平逐步削弱 確保他成為毛澤東以後最有權勢的中國領導人 朝日新聞也認為 修憲將讓中國回到過去毛澤東長期執政的時代 不過中國學者認為 習能否長久在位 仍是未知數 但他可能還需要直接任期來實現計畫 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建議將習思想寫入中國憲法 與馬列 毛澤東和鄧小平思想並列 並把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設立的反貪腐監查委員會入線 總計二十一條的修憲建議 最快將在三月五號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提出審議 記者秋偉淳 整理報導 林老師 我們先來看看到底要修什麼 其實這個是在上個月 今年一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中央委員會就有了二十一項的修憲建議 其實這個建議提出來之後 大概就是照著這樣子修了 那其中兩條最關鍵的 一條是說要在憲法裡面 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明明白白寫進去中國的憲法裡面 這也不是他獨創 這之前也有毛澤東 鄧小平 江澤民的思想也都放進去 只有胡錦濤沒放進去 這次連胡錦濤會一起放進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這個 最最最最關鍵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第七十九條 第三款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跟副主席呢 每一屆的任期呢 都跟人大的任期是一樣的 這沒什麼問題 那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說 可是呢 連續任職呢 不可以超過兩屆 就是最最做兩屆而已啦 這個呢 提案要把他拿掉 換句話說呢 就是說呢 你如果每一次呢 每一任都是你的話 你可以一直幹下去 一直幹下去 連選得連任 這跟人民團體很多是類似的 但是呢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個提案不見得真的最後會成形 會變成事實 可是我們來看看 在昨天 中國的官媒新華社用英文 用中文 大幅報導 用快訊報導的方式呢 證實了這件事情 在接下來 今天呢 就是三中全會召開 在接下來三月三號呢 兩會 也是人大政協呢 就正式要來開會啦 那應該是三月五號呢 就是要正式審這個修憲條文 但是他只是把所謂的 不得超過兩屆 國家主席的這個限制拿掉 何以見得 習近平就真的會大家批評的 所謂的習皇帝的出現 至少會有三個變數 一個是習近平自己要不要 他是不是有這麼強大的野心跟企圖心 甚至他敢去推翻 從鄧小平以後的任期制 以及集體領導 習近平的個人意志 第二個 他的政敵 難道不會有問題 有意見嗎 難道沒有人想幹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嗎 難道不會有人起而踏伐他嗎 第三個 難道輿論 或是其他的這種反對的聲音 不會出現嗎 修改中國的憲法 就代表習近平要永遠蓋下去嗎 我想 這個 從十九大的這個政治局的常委會的人士 事實上已經透露這個信息 他二零二二年 二十大召開的時候 他是不想卸任了 因為照過去的這個做法裡面 都是會在這個中間的這個這一屆的時候 就把下一代的接班人放進政治局的常委裡面 但這一次沒有 所以換句話說他沒有明顯地去指定這個接班人 所以事實上已經是這個 透露這個信息 他到二零二二年 他是不想這個交棒的 不想這個卸任了 那他在這個修憲 這個我想這已經是 這個已經成為事實了 因為前國人他是一個橡皮圖章 是 整個中國是一黨領政 一黨領軍 這個黨既然已經做出了決定 做出了建議 那我想前國人大只能照單前說 所以這個修憲是勢在必行 那這個把這個任期最高兩任拿掉 這也是已經是成為事實 那國家主席這個位置在中國的政治體制裡面 並不是潛力最大的一個位置 其實習近平掌握的 擔任中央軍委的主席 跟黨的總司機 他已經控制了黨跟控制的軍隊 是 有沒有國家主席這個位置 他全力照樣可以為所欲為 對 只是說他是因為那個國家主席 是代表國家出國的時候 就作為中國的嚴守 所以他必須要有這個位置 才能夠享受到真正的光環 也才不會再造成一個尷尬的情況 就是說 中國最有權力的人 可是他到國外 既然不是代表中國 所以才會需要把這個憲法修改 然後把這個就是國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把它拿掉 但是這個這個以後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這個子孫講習大大習房地 一九八零年代的時候 鄧小平修改這個政治體制 就是做這個政治的改革的時候 會把這些重要的位置 分別有不同人來擔任 他就是因為認為毛澤東在 晚年的時候 所以會犯了那麼多的這個錯誤 包括錯誤的推動 發起這個文化大革命 把中國整個社會跟經濟帶到崩潰的邊臉 就是因為他潛力太大了 潛力集中在一個人的手中 缺乏這個制衡 事實上這個整個中國大陸的現在黨裡面也沒有人敢去挑戰習近平 也沒有這一個挑戰的力量存在 以前所謂的這個新的四人幫 這個薄熙來或許有這種企圖心 但是已經在監獄裡面了 所以整體上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人去挑戰他 你也可以講說習近平運氣很好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前任 胡錦濤是一個謹小慎為的人 他沒有太大的潛力野心 他也不敢去干政 那有想要干政的人是江澤民 江澤民已經垂垂勞矣 時不而矣 而且他的人 這個習近平已經透過整次貪污 一個一個把他拿掉 所以換句話我們講說習近平的做法裡面 第一個他運氣好了 第二個就是說他利用民氣 就是人民 中國大陸對這個貪腐的嚴重情形 已經是非常的厭惡了 那他利用這個這個打擊貪腐 然後去鞏固自己的權力 這個這個整是這個這個異級 再加上有實力反對他的人全部都被他撿滅 幾乎已經是不存在 不存在這樣的力量來挑戰 謝謝大哥 我想請教 中國還是有一定程度 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 他們會揭竿起義 起而踏罰他嗎 我們這兩天應該值得觀察 就是中國老百姓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為什麼這個中國決定要用新華社 又大幅地來報導 本來這件事情就是十九屆三中全會 一系列二十多條修憲建議之中一條 他不必特別把這一條拿出來講 你只要包裹通過 到最後也一定會通過嘛 因為就像剛我們這個這個 林教授所講 人大是橡皮圖章 你到最後一定會通過 那麼為什麼要在這一點中英文這樣講呢 我認為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它要有一個政治宣誓 就是包括像中國的 這個宣誓有想幾個部分 一個是向全世界宣誓了 OK 這件事情就這樣了 你們過去這些年 西方國家已經對我們天朝這個叩頭了二十多年 讓我們把我們今天養到這麼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通知你們 從此以後 我們這個天朝會一直做下去 同時這個訊息也發給中國老百姓 這個給發給中國老百姓裡面 包括你剛才所講的 比方說知識分子 包括異議分子 包括主張自由民主 包括各種維權律師等等 我們過去在中國有一條隱形的紅線 在這個紅線 你如果沒有超過這個紅線 基本上每個中國老百姓 大概都還覺得中國不錯 現在還蠻自由的 但那條紅線一旦超過了以後 那個後果是非常慘重的 共產黨過去這二十年 是用這樣的一種方法在鐵灣統治中國 但那條紅線原本是隱形的 或者說是大家可以自己知道的 共產黨今天的通過這個修憲 等於也是在做一個政治宣誓說 以後這個紅線會越來越清晰 而且會越來越推向自由的地方 自由會越來越窄 那麼第三個這個宣誓呢 是向黨內的可能出現的挑戰者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江澤民做了十年下來了 這個胡錦濤做了十年下來 那已經形成了我們所謂的江湖規矩嘛 剛好一個姓江 一個姓胡 這個江湖規矩 現在不顧江湖道義 那麼剛好這個江湖規矩呢也變成了 如果共產黨內有挑戰者來挑戰習近平的話 這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這是規矩 我們大家定的規矩 你憑什麼要改變 所以那等於是這次做出一個宣誓說 這個規矩以後沒有了 因為總書記 軍委主席是沒有連任限制的 那麼唯一他能夠限制 就是說黨內的挑戰者可以說 國家主席兩人下來了 那你應該下來了 既然你下來了三位一體 你應該讓給下一位 三位一體一起讓 那就變成是說 好像是個小小的技術問題一解決以後 就沒有人可以用三位一體這樣的一個江湖規矩繼續挑戰 習近平在任期到了以後 是否繼續掌握最高領導人的位子 所以當然這個消息已經出來了以後 我們所有的國內的異議分子 民主人士 我們沒有驚訝 我們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 我們驚訝的可能是全世界的驚訝 大家有那麼驚訝 然後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說 這個共產黨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冒天下之大不會 天啊 共產黨冒天下之大不會是新聞嗎 從哪一年開始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冒天下之大不會 這個鎮壓維吾爾人 鎮壓藏人 天安門 然後以及過去這些年 多少次共產黨冒天下之大不會已經變成習慣了 已經變成是一個常態了 如果我們還要用冒天下之大不會這個名詞來扣給共產黨的話 那真是不了解在共產黨的詞點之中沒有這個名詞 不過我們對共產黨還真的有一點陌生 但是我想請教 在中華民國或是在台灣 大家對袁世凱的印象都不會太好 我知道這幾年有一些不同的褒貶出現對於袁世凱 但是你講到袁世凱要稱帝這件事情呢 他說把他罵到臭頭 那2018年中國還來一個要稱帝的 中國就這樣子認了嗎 我想真正袁世凱讓人真正詬病的 當然是他到最後 這個1915年的紅線稱帝 但實際上他在民國三年就是2014年做民三約法 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改變的時候 把他的臨時大總統的權力改成十年一任 而且連選可連任 然後下一任總統由本屆到中華臨時大總統來推薦 不是臨時 那個已經是 那個時候袁世凱已經是正式的大總統 就是說他當上正式的大總統之後做了那個 就是我們叫民三 民國三年的約法 那個跟今天的修憲可以說比較像 我認為當時民三約法 如果袁世凱並沒有走向紅線稱帝的話 以當時他所做的那些事情 以及甚至當時這個孫中山所做的二次革命 之中有相當多的不合規矩之處 我完全清楚 因為其實昨天晚上我也收到王丹跟您的信 其實你們對這件事是大家踏伐 講說中國最黑暗的時代要來臨 可是還在中國境內本土的這些知識分子 就認了嗎 不會 我相信不會 那不認的話能怎麼辦 沒有 這就是現在是一個此消彼長的狀態 剛好呢 我們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呢 剛好這就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 這個時候是中國知識分子即使想挑戰 我們也看到共產黨的勢力是在漲這個時候 已經漲了這麼多年 還在漲 而這個漲很大程度上 跟外在世界對它的姑息縱容 對中國所採取的綏靖政策不可分割 英美的經濟未養政策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包括亞洲國家 包括當然英美 然後以及習近平不用稱帝了 我相信他不會稱帝 他就當這個原大總統 這個十年一任的民國三年約法之後 大總統一直當下去就很好了 其實這樣子 你看他到英國到澳洲 也是照樣紅地台 已經給他皇帝的 已經給他皇帝的地位了 不過王老師我們到現在沒什麼好話了 但是我想也許換個角度我們來思考 在中國現在發展的局勢 逼得習近平非這樣做不可嗎 難道他不這樣做 中國就會出亂子嗎 應該不會 我覺得這個 其實習近平的權力是蠻鞏固的 我們看從這一次 他的一個人事安排來說的話 那他可以就是跨過這個隔代接班 就原來我們認為就是說 所謂的第五代的接班人 像胡春華這些人 他根本沒有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他能做這樣安排 表示說他的權力其實不小 第二個我們看到他的一個思想 能夠放入到黨章 那現在進一步放入到憲法裡面去 這都是過去這個胡錦濤想做 沒有辦法做到的 就可見說他的一個權力 是相當的一個鞏固 那麼第三個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以過去大陸現在 這個最高領導人的一個接班 從這個江澤民以來 江澤民之前是蠻亂的 因為毛澤東到這個鄧小平是蠻亂的 那有很多事實上是必須要鑼鐺入獄 類似像這個政變才能夠這個產生 尤其像這個鄧小平後來的這個付出 可是從鄧小平之後 那麼江澤民到胡錦濤 這其實在兩任的領導人 已經建立基本上 就他的一個權力轉移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以十年為一任 就是說你有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話 其實大陸事實上是沒有亂的一個可能性 你只要習近平能夠繼續遵守 這樣的一個制度的話 大家也不會有話講 也沒有人去挑戰他 更何況他現在他的權力 也很難有人去挑戰他 所以我覺得他事實上來講 是不一定要這麼做 才能鞏固他的這個權力了 那他現在這麼做了 會有人來挑戰他嗎 當然我們看到就是說 總是會有人這個不滿意了 可是我覺得習近平 他一定是經過政治的的算計 他之所以敢這樣一步一步的去推動 包括他的政治局的常務委員 跟委員的一個安排 包括他現在在推動這樣的一個 修憲的一個提出 一定是經過有一般這個內部的這個 沙盤推演以及人事的一個安排 他才敢於這麼做 那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 網路上當然有一些這個 意見的一個出來 總是會有一些零性的反對意見 甚至就是說 原先本來寄望就是說好 那你習近平現在很厲害是不是 那你五年之後 你總是要下台嘛 五年之後我們總是有這個 反撲的一個可能性 但沒想到現在你給我們 反撲的機會都沒有了 表明好像你五年之後 還要繼續做下去 那這裡面我相信就是說 跟他不同派系的 或者甚至就是說在他的政治上 被他用貪腐的方式去整頓的事情 心裡面當然還是有不服氣了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以習近平現在所掌握的 他的一個權力 包括他對軍隊的掌握 對黨的掌握 以及就是他藉由這個反腐 所建立出來這樣的一個 全國的一個聲望 我覺得就是說這些內部的一些 反對或民進的力量 應該他的力量並不是很大了 因為我認為是不足以去撼動跟挑戰 這個習近平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我們先不站在台灣的角度 也不站在英美 也不站在所謂的民主 這種輪替常態化的這個角度 我們試著就直接站在 中國發展的角度 中國在經歷這幾千年 一直到這一個世紀以來 出了個習近平 而習近平希望透過修憲的方式呢 去消除掉他的任期限制 讓他可以再幹個五年 十年二十年的這件事 對中國長久發展是好嗎 我覺得在我看起來 應該是短多長空了 我想習近平他現在為什麼乾冒天下 是大不會 他要持續的就是說 顯然是未來至少還做十年 甚至到十五年 因為他本來就可以再做五年 他現在取消這個任期之後呢 那他下一個總書記再做五年 然後甚至再做兩任十年嘛 配合這個國家主席 限制的一個取消 我覺得他的目的應該是 他想要繼續完成 他的想要做的這個事情 包括我們看到他在十九大裡面 已經標榜出來的 他從現在開始 他說到二零二一年 要完成小康社會的一個達成 從二零二一年之後到二零五零年 他又把中國的這個發展 三十年分成兩步走的一個藍圖 也規劃出來 那他想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過去這幾年領導人所講的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嘛 所以他他也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還必須在未來 還要繼續的打好基礎 才能往下走 所以我覺得他的十九大 已經暗示出 他要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講 他是希望完成他這個 在十九大所接觸來這些 這個習近平時代 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以及就是說這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一些階段性 包括他的反腐到現在 才打了五年嘛 那你十年之後的基礎 是不是鞏固 他現在提出一帶一路 這樣的一個戰略 還有一些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發展等等規劃的藍圖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以大陸來講的話 其實習近平如果在任的話 假設他能持續推動這些政策 我認為對大陸的這個政治 跟經濟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一旦你的權力鞏固之後 那麼你的這個整個的一個民間 可能一個制衡的力量也不存在了 那萬一就是說你到這個最後 你自己出了問題 或你的派系出了問題 那你將來有誰來制衡你 甚至說習近平之後 有誰能夠來承擔他的這樣的一個領導的風格 因為這個例子一開之後 每一個人不管是不是像習近平這麼有作為 都說我要繼續的做下去 那中國將來的這個整個的一個 權力繼承的過程裡面 可能就會發生這個紛爭 那甚至就是說中國的這種 內部的民主多元的發展 可能這種機率都小得多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問題會比較大 我舉兩個例子 現在習近平是用打攤的口號 或是那個所謂的訴求呢 來去整肅他的政治敵人 那他的政治敵人全部都被他敵整垮了 那萬一他自己這一掛全部都貪腐 誰來整他沒辦法 你只好從到根都爛掉之後呢 就是全盤垮掉 這是最後的結果 第二個如果舉毛澤東的話 毛澤東全力一把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文化大革命 是那麼樣的一個人類浩劫 當然不太可能在現在還發生 現在這種一棟就是死個幾十幾百萬人 可是他會不會犯下致命的錯誤 我們來看看歷史學者 俞英時怎麼樣看待習近平 習近平打算修憲取消任期限制 或是民間所說的稱帝這件事情 俞英時說就是因為他自己害怕 心裡害怕 害怕什麼呢 他說呢 中國要刪除掉憲法的連任規定 還有把習近平的思想放進憲法 都是習近平害怕的表現 臺灣人不要被嚇到了喔 習近平上臺之後做最多的努力呢 就是把軍隊的權力抓過來 把自己信任的人放上去 可是這些人能不能統治管理軍隊 所有的事情呢 肯定要出肉子的 什麼時候會出這個統統這個樓子呢 不曉得 但是肯定要統樓子的 中共是極權政體 一定要由最強最強的強人出來 獨裁不可 可是相較起毛澤東是打天下的人 習近平不是 所以他的權力不可能超過毛澤東 鄧小平 習內部的危機很多 就是因為很多人不認同習近平 他才要修憲把他的這個任期限制拿掉 才要把他的說法放進憲法裡面 否則如果都是普世價值也不用去修憲了 那也不敢去指定任何人來接他的班 臺灣不要被中國夢嚇倒了 就是臺灣要自己走自己和平民主的路 中國 中共打擊臺灣會越來越強勢 越來越無所不用其極 那接下來臺灣的民主會面臨很大的考驗 余英時他舉的例子就像臺灣的媒體 他可能也有所謂的被滲透 被利用的這個跡象出現 中國無法馬上民主 中國內部有很多的知識分子 可是這些人都是期待向往 由臺灣所開創出來這條民主道路 所以臺灣要堅持一旦中國有機會呢 中國就會朝著這個民主的方向 這條路走 從歷史上看來沒有任何一個黨 沒有任何一個團體 更沒有任何一個個人 可以控制這麼大的國家 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個政權一定要垮的 會不會太樂觀了 樂義兄 講中國崩潰已經講了幾十年了 因為不同的專業 有不同的專業角度來分析 我們可以理解余英時這個大學者 為什麼會這麼分析 我從一個實際的狀況來說 從權力的本質 說實在 這就是一個權力的本質 那從中共的這個歷史來講 以前的權力太過集中 所以才有文革這些事情 後來就是權力分散了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權力要需要分散 不能集中 分散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胡文體制 這這麼多年來的反腐 這些九龍治水 沒有一個人可以牽制任何一個常委 誰理胡錦濤 誰理溫家寶 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又進入另外一個權力集中的階段 從理論上 這是權力的發展規律 我也不意外 如果權力再不集中 中國就垮掉了吧 所以中國遇到這樣的人 剛好集中 我現在只是care的 關心的是 這種集中多長時間 如果這個集中結束之後 是不是又意味著 下一個權力的分散 那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這是從權力的本質來講 現在是屬於權力集中的階段 下一步可能是有分散的階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習近平做的權力集中 有他的時空背景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非集中不可 如果不集中 你想想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薄熙來上來 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胡文繼續做 你覺得會是什麼樣子 周永康繼續做 會是什麼樣子 想想看嘛 中國的結局是什麼 如果多黨制呢 如果言論自由呢 當然 這是有一個步驟的嘛 他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的 你懂我意思 是有的你一下做不了 因為我們都說 中共為什麼沒有制度 他本來就沒有制度 你叫他在沒有制度 基礎上建立制度 這怎麼可能嘛 太太容忍了吧 這個中間 對這個中間 我的意思說 這個中間 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的 在現實上 這條是一個伏筆 是一個鋪路 他應該會繼續當下去 為什麼 一個總書記 如果不是國家主席 他不是國家元首 剛剛有提到了 他就出去就不是國際訪問啦 是黨際交流 那他怎麼辦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鋪路 應該是他要繼續做下去 現在就是說 這不是皇帝的問題 不可能出現皇帝 他的條件根本 毛澤東的條件跟他條件 完全不一樣嘛 毛澤東可以做皇帝 他開國的 這是開國的 再有錯 很多老百姓 還認為他是可以的 雖然很多人把他罵死了 為什麼他的相還不能拿下來 他是開國的 習近平不會做皇帝 但他會不會做皇帝 不是問題 不是真問題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 他不是皇帝 他也做不了皇帝 他頂多就是把權力 一直集中到一個程度 對 你想想看現在的權力 你在文革的時候 講 能敢講什麼話嗎 你現在只要 不過問政治 你都可以講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還有一個 第二個 對比你先往講完 第二個 皇帝的這個問題 我認為他最多 只能再幹一屆 就是習三屆 最多他只能再幹一屆 就是幹到二十二十一大 理由是 理由是什麼 理由那時候 他七十四歲 他在幹七十九歲 比江澤民還大 江澤民在十八十六大 交出權力是七十六歲 他不可能幹過 比江澤民還要長的時間 江澤民都已經被人家罵死了 他還會再 再超過 而且他那時候已經七十四歲了 最多 再幹一屆 就是三屆十五年 我的判斷是這樣 不不不 那個瑞大哥 你這個理由 我有一點聽不太懂 如果江澤民的年紀 是一個限制 那江澤民只幹兩屆 應該也是一個限制 那習近平連這個兩屆的限制都不甩的話 何必去甩這個年紀的限制呢 對 你知道為什麼總書記會有兩屆 黨章裡面沒有寫總書記有任期 是江澤民他自己的先例 他做十四大十五大兩屆 所以他自己 江澤民自己認為他已經很偉大了 因為總書記本來就是沒有年紀限制 是他立的一個先例 因為他那時候退掉的時候是七十六歲 而且他退掉的時候還把一個人給逼下去了 把那個天經的那個那個原來那個市委書 李瑞環就是七上八下的來 來優啊 他自己下去把一個人逼下去六十八歲 他那個時候是七十六歲 他自己立了一個這個範例 但是黨章沒有寫 所以也就是說從制度 你要講制度嘛 從制度上來講 黨章沒有規定 我的問題是說 習近平為什麼要care年紀這件事 如果他什麼都不care 他憑什麼要去care年紀 因為他那七十四歲 他再繼續做下去的 後面七八人就沒有了嘛 你就斷送了中國 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再繼續做下去 那他就是大錯特錯 他如果再做三 因為後來人就不大嘛 討論就幹嘛 他如果做到三屆也還有十年 然後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他最多十年 十年以後不會再有了 這句話我們在這邊討論實在意義不大 對我覺得樂義兄的這個評估太樂觀了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知道江澤民是一九八九年的時候 來接任總書記這個鄧小平親自把他在天安門民運之後 這個拔桌起來的 所以到他一九到二零零二這個正式這個交出 他其實上二零零二 超過了這個十年了 所以這個不 所以說其實這個不是說他只做了十年 他是已經這樣已經超過了這個十年 第二個我覺得以習近平他個人這樣一個想法 跟他的性格的分析 我覺得他根本其實不會把江澤民放在眼裡 我想他自己可能把自己的比擬是跟毛澤東鄧小平這類人物 來這個做一個真正的一個比肩了 所以我覺得江澤民所創立的很多的一些先例 其實在習近平眼中不是一個不可打破的一個慣例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到了這個總書記第三任 剛剛您講說是七十四歲 我覺得七十四歲的時候他會不會再做五年了 這個東西現在很難說 完全要看習近平他自己當時的一個評估 他覺得他自己的體力 他自己的一些權力的一個運用 以及有沒有這個需要再做下去 如果他要做體制上是有可能的 因為第一個總書記並沒有限制說 只能做兩任三任四任了 那你現在唯一的一個外在的憲法的一個規範 都已經拿掉了 所以對將對習近平來講 是說已經沒有任何的一個限制 他要做到什麼時候 我覺得完全是評估他自己的一個判斷 以及當時中國的社會 所以允不允許他繼續的做下去 或當一個人認為說 天已將大任降於我 捨我其誰的時候 我們再去談說 他會不會做十年之後就收手 這個可能太過於沒有太大意義 可是我們想談是說 不管怎麼樣 接下來五年都是習近平 看起來接下來十年也肯定是他 至少十年都是他 而且我相信他不會稱帝 是 這個我也相信 至少十年都是習近平掌握所有權力的時候 是好是壞 我們來看看 聖地亞哥加州大學的中國中心主任 謝淑莉她說呢 中國的內政跟外交政策 都會隨著習近平個人意志而改變 我是權力最大的 我愛往東就往東 誰敢說往西 誰敢說我不把他殺頭 就對他很好的 我幹嘛去聽他的話 所以呢 習將會主導中國未來所有的內政跟外交政策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會很好 壞的話 政策誤判的情形就會非常嚴重 因為你完全沒有制衡的力量 這是對中國可能的影響 對香港呢 大家完全不敢抱任何樂觀的情形 時事評論員陳翔他說 一國兩制是怎麼出來呢 就是中國要改革開放 那政治包容的這個趨勢 是可是現在中共的領導階層思想呢 走向極左 政治的包容性毫無存在 當然無存 對香港當然不是好消息 對香港當然是一個負面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看 對美國是什麼呢 抱歉我們來看看 對美國的部分呢 美國威爾遜中心的這個研究所主任呢 他說 美國不需要不太可能重新大幅思考改變對中政策 但 美國要對習近平持續掌權所反應的脆弱性保持警戒 這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就要請四位來賓來解讀了 為什麼大權掌握的人呢 反而有他的脆弱性存在 再來對於兩岸的部分 這是我們今天最關心的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主任戴傑他說呢 權力更為強大的習近平 以及權力更為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更迫切的想要達成領土完整的目標 什麼呢 兩岸同意 可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習近平長期執政 那也就沒什麼鷹派割派了 他自己就是鷹派 他自己就是割派了 因此外面的人要來脅迫要求他實現統一的時間壓力也會相對減少 他想幹就幹 他不想做呢 他就可以說時間未到 我們來看看 當習近平一再的權力一把抓之後 對於兩岸對於中國對於世界是好是壞 去年是中國解放軍九十年以來第一次殺場閱兵 習近平身穿迷彩軍服 他也是全場唯一的中國領導人 從稱謂服裝到排場 已經被推舉為中國核心領導人的習近平 再次透過造神運動 展現自己軍權在握 任何人都別想挑戰 你們要堅定不移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 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 除了軍權 習近平對於權力掌控超越江澤民胡錦濤的前領導人 去年十九大前夕 習近平打破隔代接班的慣例 將前任胡錦濤指定的接班人孫政才拉下馬 鑑於孫政才同志涉嫌嚴重違紀 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對其立案審查 除了剷除一擊之外 習近平上台後還設立多個中央領導小組 自己身兼多個組長或總指揮 昨天中國官媒又宣布 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修憲 刪除國家主席連任兩屆的任期限制 也就是習近平二零二三年第二任期結束後 還可連任 另外也建議將習思想寫進憲法 這些都可能會讓習近平的權力 再度登上高峰 不過林老師如果我們把時間延到五年之前 習那時候才剛上台不久那時候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國內有不少的學者對習 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他說習近平在福建幹那麼久 然後對台商遼弱子黨 他是一個支台派 他對臺灣會採取相較之前江澤民 胡錦濤時候完全不同的策略 我們在檢視這五年 他對臺策略是越來越強硬 在國境打壓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對臺灣人民他採取兩手策略 可是對於官對官的這個交流 是用更加強硬高壓的手態 接下來兩岸統一 時間不在我這邊 我是覺得當然就是說這個 當年二零一二年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我們因為他在福建的經驗 我們對他是有一些期待 對於中國的任何一個新的領導人上來 我們當然也都會有一些期待 比如說對於這個下個月的 這個兩會的召開 他的這個人事對臺工作的人事 雖然我們都知道了 但是正式上任 像汪洋或是說劉潔瑜 他們正式上任以後 我們還是會希望有一些期待 期待是應該的 但是要做最快的打算 這個也是應該的 那習近平的這個對臺的政策 這個當然這個形勢比人強 而且我覺得了 剛才我也不同意葉義兄的這個講法 就是說他這個第三任的時候 以後就不會再幹了 因為剛才這個王院長也提出來了 他兩個百年為什麼還設定一個二零三五年 就是要看到二零三五年的實現 二零三五年的時候他幾歲 八十二歲了 所以這個七十七歲或七十幾歲 不是一個問題 但對臺灣來講 面對這樣一個人 我覺得當然統一應該不是習近平 在他的政治的議程裡面 一個優先迫切的問題 事實上習近平所面臨的更多的問題 剛才這個余英史儀 儀教授所講的 他心裡害怕 那這個就要了解就是說 習近平他心裡想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就是兩個百年二零三五年的目標 在那個地方 但是實際上他內心深測裡面 一指列為最優先的是 這個目標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的繼續執政嘛 因為這是他的父子 被所打下來 打下來江山 有些人說這個 這個習近平是紅二代所推出來 供職在這個來這個掌錢的 要確保他們父子 被所打下的江山不會變色 所以烏爾開心 你要這個悲觀一點 中國大陸不會那麼快就是民主化 這個中國共產黨會繼續執政 還會相長長一段時間 那既然這個他的破解需要解決的問題 而且對中國共產黨 繼續執政的這個挑戰 不在於來自臺灣 也不來自美國 也不來自國際社會 而是來自中國大陸 內部多種牛毛的這個問題 包括就是說 這個環境污染的問題 這些問題 頻度差距越來越顯示的問題 民練越來越高的這個問題 這些才是要迫切去 要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引死一切 依舊說他內心害怕 害怕的是來自人民 對他的這個不滿 或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不滿 或是對很多問題的這個不滿 比如說你在這個 就是說這個 杭州的這個 這個西湖辦的這個供應 在打太極潛 你必須要戴著口罩去打太極潛 這什麼樣子嗎 這個污染的情形 那麼就嚴重 那民練都來自這個地方 民練來自貧富差距越來越顯示 但是民練來自這個中國共產黨 這個黨執政 很多很多的這個貪腐 這個情形 那這些問題 才是能夠挑戰這個中國共產黨 繼續執政的一些 癥結的所在 所以統一臺灣 不是他迫切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如果說習近平 當然他可以解決臺灣 他的歷史定位 就一定是非常的崇高 因為毛澤東做不到 鄧小平做不到 江澤民做不到 胡錦濤也做不到 他做到了 但是這個不是取決在他 他想要統一臺灣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他反而應該把他的這個歷史定位 放在就是他內政的這個政治 經濟社會問題 他可以做得到 他可以這個解決的問題 這才是他的歷史定位 所以烏爾科西兄 兩個問題 一個是否真的中國所謂的民主 更加遙遙無奇 更加黑暗 看不到光 第二個 兩岸真的不是所謂的 快樂體的議題嗎 第一 兩岸未來一段時間 會更加黑暗 但是更加黑暗 是否代表 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了 確實不樂觀 然後呢 但是否就意味著遙遙無期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個余英師老師 所講的說 這個 霸權會垮 霸權會垮 但這種事情是這樣 他裡面 很多的必然性是可以預估的 偶然性是無法預估的 而像這樣的一個霸權 我們所看到的是 他在幾乎說面面俱道地做到了 壓制各種各樣的挑戰的話 那從必然性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的確就會是遙遙無期 可這個歷史 余英師教授 余英師老師最重要 他是個歷史學家 他在歷史學家之中 找到了各種偶然的規律 偶然也有規律的 偶然好像聽起來 他們說難以預期的東西 怎麼會有規律呢 其實您剛才主持人剛剛在問到的一個話題 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當選的話 這個維持住權力高峰的話 中國未來 從中國的角度 發展會是怎樣 因為了這個問題 發展這個名詞很重要 尤其我們台灣人 對發展這個名詞 又分成左派右派不同的立場 真正的台灣發展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如果 這個很多人可以說是國民黨早期執政 李國鼎孫 就是當初的那個時候 那個是經濟發展 那個是硬體發展 但過去三十年 台灣是解嚴之後 才能夠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 這個發展 中國是 這個集權之後是離得越來越遠了 是 所以 而習近平對這個發展是不在乎的 他完全沒有想要這種發展 就是真正現代文明的發展 可是有一點 中國老百姓並不是不要 而且過去我們看到的中國的這個 這個 在習近平或者說鎮壓天安門事件之後 到現在二十八九年的時間 中國在這方面不僅沒有發展 是快速的退步的 就是說在現代文明這一塊 那麼習近平在極度掌權了之後呢 西方世界剛剛美國的那種說法 讓我看了去 就這是 應該讓人這個很憤怒 然後也是過去我們長時間以來批判 西方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 那麼 這個世界對中國的體貼和姑息 造成了今天中國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而這樣的一個結果 回過頭來一定會反噬我們 中國講的發展 應該回過講來講 這個發展這個名詞 這個發展 天底下 太陽底下沒有那麼多新鮮事 是 余英時教授作為歷史學家 他其實看到了這點 我可以告訴您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有兩個國家發展最快 就是十九這個二十世紀 二十年代 德國和日本 那個時候是經濟軍事各方面發展最快 大國崛起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德國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 經濟非常發展 還有意大利和日本 後來怎樣 我就不用多講 大家都記得 那麼全世界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問我必然會怎麼樣 我必然我們看到的 可以分析的這些東西 他把所有的權力 越來越集中了 那麼也把各種的挑戰越來越壓制 同樣明朝末年也是這樣 了解 清朝末年也是這樣 就是在袁世凱之下 幫著清朝建立了最 當時看起來堅不可摧的 一個萬萬年的大清大清帝國的基頁 到最後就垮在袁世凱手裡 所以在這種時候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再講 必然會怎麼樣 或者是看著 根據現在眼前的這些分析 而不是用一種稍微宏觀一點的角度來看的話 也許中國未來一段時間會更黑暗 那麼 而兩岸會不會是共產黨的priority呢 我同意這個林教授所分析 我認為共產黨現在 沒時間理我們 也不是 他其實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 我們不必把共產黨那麼害怕了 瞭解瞭解 不過這時候用到家的想法 搞什麼比較貼近 盈虧快慢勝敗 這恐怕都是福或相宜的 當你快速發展的某一個情形 就是你快速走向崩潰 這是看你怎麼看 但是我們來看看 特別要請教一下 王老師跟那個樂義兄 這個是所謂的旁邊的人在拍馬屁 還是說某種程度象徵著在接下來 中國在發展路線發展當然有不同的定義 這個路線上會有截然不同的發展 一九七五年的時候 這所謂的中國第二部憲法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把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跟毛澤東思想 直接放到他們的憲法裡面去 一九九九年鄧小平又很厲害了 所以也把鄧小平理論 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 並列成中國發展的道路 指標二零零四年鄧小平不夠 然後再加一個所謂的三個代表 那就是江澤民 可是他沒寫江澤民這三個字 把三個代表放到憲法 現在二零一八年中共中央委員會 建議要修憲修什麼呢 你這樣對胡錦濤不夠意思 胡錦濤都沒有 所以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也要放進去意思一下 可是習近平這三個字也要寫得很清楚 修憲修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 這個代表著是旁邊拍馬屁這麼簡單而已 還是真的有路線的差異 樂意小 我很關注這次憲法有幾個 有一個就是一九八二年的憲法 並沒有規定國家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 這一次他把它加進去了 OK 因為一九八二年的時候 就是文革之後 所以他們在幾個修憲的這些 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文革出現了 因為黨也發現了錯誤 所以不要在憲法裡面放黨的問題 所以一九八二年沒有這個表述 只有前言有 政文裡面沒有 但是這一次呢 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又把中國共產黨突出了一個特別突出的地位 把它寫到這個憲法裡頭 所以這是有人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走了回頭路 就是一九八二年以前的那幾個憲法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位 再一次在憲法裡面確立 確立 那就等於說多黨不可能了 是 就是等於說我們剛剛談論的那些多黨就不可能 不可能存在了 是 黨章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是黨 但憲法裡面又再次的讓他提出來 這是有些人比較擔心的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況 習的思想放棄憲法 我們可以可以理解嘛 國家監察委啊 這個國家主義 這個可以解決 那為什麼這個會放進去 這個放進去 就意味著多黨政治的空間幾乎是幾乎是沒有了 因為已經變成中國共產黨唯一的主導了 這是一個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比較關注的 那第二個就是 習的連任 就是我還是講到這個習的這個連任的問題 因為十年是比較可期 比較可期的 你過了十年 你怎麼知道那過了十年是什麼呢 所以我在抓這個十年 是比較可期 了解 如果他要繼續再做 那我說其實是習近平最大的錯誤 如果他幹了十五年他還要繼續再幹的話 我不相信 我到那個時候 中國整個社會的氛圍 所以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接受 不過權力是一個領導人 戴上去真的很難拖 一個人當然是權 但是我是講的是 整個中國的社會的氛圍 可不可以接受 一個領導人做了十五年 還可以再繼續做他去 不過某種程度 您剛剛談的第一點 其實也呼應有林老師講說 習近平所謂的內心那個恐懼 就是害怕共產黨失去政權 所以他要解決的就是讓共產黨 永永遠遠 生生世世掌握中國最大權力 這個是他最大的 我跟你講 你看包審的那個回憶錄 就是財長包審 他曾經問過習近平說 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習近平跟他講說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他就講了這一句話 那是二零一四年的時候講的 這個是中國未來可能的一些改變影響 但是我們還是很務實 那台灣怎麼辦 當那麼強那麼強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大部分應該不太喜歡 當他出現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們來看看 台灣其實在上個禮拜 也有一些新的國安團隊的 那個心血出現了 其實不能叫心血 這些都是老手 老手有一個好處 一個壞處 壞處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想做什麼 好處也是大家都知道他想做什麼 所以其實就是怎麼看 國防部長顏德發 那之前是參謀總長 然後卸任之前是國安會秘書長 那外交部長是吳釗謝 陸委會主委呢 是陳明通 特別是吳釗謝跟陳明通 這是標準律中之律 如果對岸叫更正苗紅 那我們這就叫更正苗綠 這個真是 也就是真的是 律中沒有任何人去質疑他 新的國安團隊出來 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 當然是那個也許不是那麼關鍵核心的 吳釗謝陳明通 我們來看看對岸也有新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接下來肯定那個副組長就是汪洋了 然後呢 楊潔篪原本呢 是外交部長 那現在接下來呢 就會對於所謂的國務院副總理 那對於兩岸事務呢 會有非常重要的發展 再來呢 王毅原本國臺辦主任呢 升任叫外交部長 劉潔一原本副主任呢 變成是接下來呢 是變成國臺辦主任 兩岸都有新的人士 習近平權力更高 小英呢 我不能講說是慢慢的 越來越往上爬 但是現在很顯然還在谷底當中排旋 然後臺灣的兩岸政策 該不該調整 該怎麼調整 我們來看看兩岸之間的 所謂的權力消長關係 上週政府宣布人事異動 外交部長李大維接任國安會秘書長 國防部長由國安會秘書長 嚴德發接手 治愈陸委會主委由陳明通再回鍋 府方強調希望藉此開創兩岸新局 陳教授現在不予替陳主委發言 還沒上任不談歧政 但陳明通在扁政府時期展露頭角 兩千聯邦競選總統的陳水扁 竹筆中國政策白皮書 是民進黨第一份中國政策報告 儘管是鐵桿綠 但與對岸對臺智庫互動不錯 兩千零七年到兩千零八年的第一任期內 兩岸互動平穩 至於外交部長 則由吳釗燮接任 他不但曾是駐美代表 在國安會秘書長或總統府秘書長任內 都是組織對美 雖有政治立場但不偏激 深受蔡英文信賴 吳釗兩人一外交一兩岸 有學者形容都是仕途勞馬 能穩健應對新局勢 但兩岸外交最終關鍵還是蔡英文 陳明通在回鍋陸委會 吳釗燮專責外交學者認為 兩人政策走向平穩 溫和不冒進 有助於政府政策的穩定度 也被視為蔡英文對兩岸使出善意 所以王老師 臺灣方面的兩岸政策 該調整嗎 以我的立場 我認為當然應該調整 就是說以目前 你還是認為要承認九二共識這樣 對我認為當然承認九二共識 我們看到這個蔡總統上任一年半多來 雖然他強調就是維持兩岸的現場 那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們有沒有辦法調整 不承認九二共識 如果要調整的話 就看你怎麼調整 如果你調整得更像跟大陸對立的話 那當然兩岸的關係 這個對撞會更為激烈 尤其現在習近平 他這種掌權 看起來不是只有五年 等於是十年十五年之後 那他的一個意志 他的對臺政策 不過看起來小優不會採取這個路線 他今年還跟對岸拜年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其實大陸的一個對臺政策 以我的觀察 他是有他的一個基本的原則 跟立場的嘛 即便是習近平 他也沒有辦法繞過這個立場 也就是說對大陸來講 長久以來他處理兩岸 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立場 是 那麼九二共識是另外一個名詞 來描述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大陸現在來講 你看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的這個政策 其實沒有變 那硬的方面當然堅持 軟的方面當然持續在調整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的兩岸政策 假設不變的話 那麼我認為兩岸的局勢 所以你還是認為兩岸的樓梯 後天只有一個就是九二共識 對 不過那個林老師 看起來小英現在是 我們不會去激怒 刺激 然後去做troublemaker 但是九二共識 談都別想談 該怎麼做 我覺得 當然是以目前的情況 這個江澤民一定會堅持九二共識 而事實上他要價 習近平他要價更高 他不只九二共識 還要是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所以就是說在馬總統時期 他可以模糊的九二共識就好了 現在對小英總統 他是要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 光是九二共識 還不能接受 所以他的要價是更高 那以小英總統目前的這個此境的話 再加上他這個以前的講法 一些講話 他是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識 事實上這個蔡英倫總統在這一方面 他跟這個馬英九總統其實差距不是那麼 那有沒有小英的突圍之道 我覺得突圍之道非常的困難 因為兩岸關係是雙方的互動 不是你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這個思想什麼就可以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目前的僵集應該是會 繼續下去 但是一些互動的往來可能會升溫 比如說惡鬼的對話 民間的交流 這些可能會很熟悉 而且沒有什麼交流 但是 格雄這個地名 事實上是延續整個台灣西南半壁 最重大的生態體系 我想任何動物學家來這邊 植物學家來馬頭山這個力量 其實都會跌破眼鏡 馬頭山也埋場爭議 贊成反對兩方劍拔牛張 有誰聽到大自然的聲音 今晚10點公視我們的島 將為您播出馬頭山的生態秘密 我們去吧 當天校期已經到了 或是比較短校的東西 拿回來教會 然後提供給社區 有需要的民眾 一起來做環保 不是弱勢才來拿 你想要來拿的都可以來拿 在地發生的新聞 都在Pepo公民新聞平台 花園王屋裡住著許多魔法仙子 和精靈 莉莉公主和精靈斑斑 每天都有新奇好玩的事發生 我們完成了 對不起 Castron 不要緊 一起跟著 花園小精靈 來一趟奇幻又有趣的魔法旅程 輕鬆學英語吧 完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歡迎 我們來自台灣 十年前 台大機械系教授 鄭榮和 率領學生親手打造太陽門車 遠赴澳洲參加世界大賽 那時候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 你一輩子根本不可能有這個機會 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就做了 當時的車隊成員 如今已在產業上發光發熱 有人進入Gogoro動力馬達研發團隊 還有人到寶石捷設計車輛馬達 那時候我們覺得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就是老師 過出你們這一條學生說 為了這樣子 I have a dream You can follow me 十年來 他們堅持 傳承 轉變 理想繼續燃燒 夢想依舊無限 週五晚間十點 公視主題之夜 夢想續航 麻將在今年的電話 誤動靡 皇上 不乃 我 對 不乃 不要 不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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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乃不不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